全球晶片荒 为什么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韩国疫情造成 不管是这个疫情的关系 就全球的疫情造成了 非常的晶片厂 跟半导体的大厂 都休工了 就是这两年的关系 所以晶片呢 现在全球晶片荒 不但成为南韩最担心的 国安危机之外呢 要知道半导体缺货 知识体大 我们之前也有在讲说 三星跟台积电的一些 就是竞争 但现在已经不是 三星跟台积电的之争了 是全世界都晶片缺 你知道全世界晶片缺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用一个举例来讲好了 一个这个 如果你的供应链断链的话 这个危机有多么的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如果你缺少一颗 约莫十美元的晶片的话 就可能影响到 一台五万块美元的汽车 能否出货 等不过来我们看一下 晶片长什么样子好不好 而且更黄润是 更更黄润是什么呢 你知道市场的手机呀 这些三星科技的产品 这些消费信念的产品 全部都是要用到晶片 现在晶片荒 缺一颗十元美元的晶片哦 影响一台五万块美元的汽车 能否出货 所以这一次说 为什么全球晶片荒 汽车产业是最惨的 汽车产业 全球的汽车产业会是最惨的 也因为如此 现在各国的半导体 也将这个重要的战略物资 纷纷想要就是扩厂晶圆 这个晶圆代工厂 或者是晶片厂 这些开出诱人的条件 不过听说啊 就是现在要吸引海外代工 或者是风车大厂来扩建的 这个状况 我昨天看到一个消息了 现在这个晶片缺 但是我问你 现在这个人才也找不到 代工的人才好像也在缺 所以这个问题可能 将会延续到很久很久 可能会缺货 这个时间会越拖越长 虽然说台积电英特尔三星 都到白宫去进行了这个会议 我们来看一下这则新闻 好不好 导播帮我们cue一下 他们在这个白宫 这个开会的这个SOT 谢谢 为了解决半导体短缺问题 白宫召开半导体执行长视讯峰会 拜登希望与这些企业大佬 讨论短期和长期的解决方案 拜登表示收到两党参众议员来信 支持晶片美国制造计划 同时提到大陆打算主导半导体供应链 并且依注大量资金期盼达成目标 所以美国不能坐以待毙 拜登会议中 首拿制作矽半导体机体电路所用的矽晶片 由于形状是圆形 所以称为晶圆 晶圆越大可生产的机体电路就越多 一般认为矽晶圆的直径越大 代表晶圆厂有更好的技术 而且生产晶圆的过程当中 良品率是一项重要指标 而本次会议受要的包括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美国同用汽车福特汽车 英特尔和韩国三星等19家企业高层 刘德英会后表示 国外直接投资能够强化经济竞争力 创造在地就业机会 而台积电有信心在与美国政府跨党派的合作下成功 拜登这个月稍早也公布两兆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 其中有五百亿美元用于美国半导体产业 希望建立国内供应链 满足眼前的迫切需求 让美国不再受制于其他国家 记者叶利委综合报道 好 大家看到这个新闻 已经可以感受到这个晶片 全球晶片荒的这个严重 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 因为已经开了三次的会议了 这次的这个会议 除了有三星英特尔还有台积电之外呢 其实呢 包括了一些车厂 都有进到这个白宫来开会 因为呢 车厂这次是真的是受到非常非常严重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你如果一台这个五万块的美元汽车 能否出货要靠一颗 如果你缺少一颗这个十美元的晶片 你这个车子就没有办法出货了 那根据最新的预测指出呢 由于这个全球晶片荒的关系呢 全球 今年全球 2021年的 这个全球汽车制造商的 这个汽车产量将减少770万辆 而且远高于早先预估的390万辆 目前呢 大家各国都在想说 这个危机要怎么缓解 不过呢 不幸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疫情 因为第一个 像是马来西亚的经济封锁 还有其他地方疫情持续 没有办法就是 疫情如果很大的话 根本没有办法就是 就是等于是说扩厂 在继续的在代工这个部分 所以让这个情况 这个等于是说 晶片荒的这个状况 是全球都非常非常的严重 而且呢 这个晶片荒的这个影响呢 其实像是通用汽车 通用汽车下半年其实已经预估哦 这个交付量已经减少了20万辆 它这边有这个 如果有通用汽车的画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通用汽车上它是表示说啦 今年如果是晶片短缺的话 对汽车的销售量和生产打击 一定比去年的这个状况 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预估在下半年的时候 然后北美汽车的交付量减少20万辆 那是预期 他们自己预期啦 2022年 就是也就是明年的话 会稍微稳定一点点 在半导体的供应链上面 那其实呢 我们来看一下CG的部分 就是晶片短缺主要影响的第三季 通用汽车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字 可以看到一下 导播帮我切一下画面 通用汽车呢 上半年的汽车交付量是110万辆 下半年受到晶片短缺的影响呢 北美的交车量呢 减少了20万辆 降幅是第二季 财报预估10万辆的两倍 CG没有出来 但没有关系 我刚刚数字已经就是 大概有讲一下下 而且尽管呢 其实汽车的交付量进一步减少 但是呢 能维持2021的采测 表示晶片的短缺 最主要会是在第三季 而不是第二季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汽车的产业是 真的是晶片化持续恶化 像是这个胶车的这个部分 就是胶车量 他们现在已经 就是一直没有解决嘛 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晶片的这个交货量 拉长到什么时候呢 你知道吗 原本八月份的晶片要交货了 已经延长到了21周了 已经延长到21周 导致这个汽车的生产瘫痪 并且阻碍了非常多 包括你想像的3C电子产品 甚至是成长的短缺正在恶化 你想像的手机啊 任何的3C产品 消费性的3C电子产品 都是需要到晶片 尤其是汽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需要晶片 所以现在大家就讲啦 哎这个时间晶片 晶片荒持续恶化的话 八月的这个交货期呢 可能会延长到21周 真的是史上以来刷新2017年 最长的等待时间的进入 当然啦 大家刚刚看到白宫也很紧张嘛 这个新闻大家看到很紧张 他这个召开了就是包括了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 有三家三星啊 还有台积电啊 还有英特尔都出席之外 底特律的三大车厂 微软苹果台积电都有参与 然后还有三星 对那包括我们想到的除了汽车之外 汽车是最惨的 汽车产业最惨 从手机智慧手表电玩 你所想到的消费性的产品 还有家电汽车都少不了 晶片这个零组件 那半导体呢 刚好就遇到了这个什么呢 Delta变异 今年刚好碰到Delta的这个部分 疫情又开始肆虐了 全球的晶片荒可能要延续到 明年底才有可能 没有像这是白宫的说法啦 但是这就是刚刚我们讲到 就是通用汽车它是说 大概第三季 明年之后会好一点点 但是其实全球的 这样子的这个数量看下来的话 全球晶片的 因为碰到Delta疫情嘛 如果疫情大家缓和的话 如果没有缓和的话呢 基本上全球晶片荒 可能要到明年底才会舒缓下来 当然啦就是汽车产量今年可能 已经有这个统计了 会减少770万辆 营收的损失有多少呢 大家猜一猜 这个可能是待会的题目 营收的损失有2100亿美元 这么多耶 这是五月份预估的这个两倍 真的是美国总统拜登就说 晶片像我这个手里的晶片 影响有多大 已经全球半导体短缺的问题 这已经不是产业的问题了 是整个公共卫生 也是外交问题 也是汽车产业的问题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 那现在呢就是 白宫的发言人萨奇 他也是表示说 希望就是他们现在 希望就是跟各国的伙伴 盟友合作 减少海外晶片中断 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那他们也一直跟东南亚 或者是以及其他地方的 政府来合作 来维持关键工厂能 正常的运转 不然啊这个新冠疫情呢 真的是会影响到整个 当地公共外申 还有就是维护工人的 这个生命安全 毕竟Delta病毒 这次来势汹汹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南韩的 为什么把它当成 基本国安危机的原因就是 南韩目前已经有 百分之98到99% 都是Delta病毒的肆虐 那对于他们 只要是有疫情的话 基本上 你在施工或者是扩厂 就有很大很大的问题